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旅游和美食的视频 圣地亚哥位于加利福尼亚南部海岸 以其美丽的海滩 阳光明媚的天气和悠闲的生活方式而闻名 但除了海滩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景点使圣地亚哥成为旅行者的理想目的地 以下是圣地亚哥的一些热门景点 巴尔伯亚公园 这个占地1200英亩的公园拥有许多博物馆 花园和文化景点包括圣地亚哥动物园 人类博物馆和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 游客可以花一整天时间探索公园的众多景点 USS Midway博物馆 USS Midway是一艘退役的航空母舰 现已变成博物馆 游客可以参观这艘船并了解它的历史 还可以参观航空和海军历史展品 圣地亚哥动物园 圣地亚哥动物园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著名的动物园之一 以其广泛的动物收藏和栖息地而闻名 游客可以看到熊猫、大象、老虎和许多其他物种 Lachoyakov这个风景如画的海湾是游泳 浮潜和日光浴的热门地点 游客还可以看到在岩石上闲逛的海诗和海报 科罗纳多岛 这个度假岛与圣地亚哥市中心隔湾相望 以其美丽的海滩 历史悠久的科罗纳多酒店和迷人的市区而闻名 旧城区 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区拥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圣地亚哥早区建筑 以及餐馆、商店和博物馆 游客可以了解这座城市的早期历史 体验墨西哥文化 卡布里洛国家纪念碑 这座国家纪念碑位于洛马角半岛的顶端 可以欣赏到太平洋和圣地亚哥湾的壮丽景色 游客还可以看到灯塔并了解该地区的航海历史 Support Village 这个海滨购物和餐饮综合体设有各种商店 餐厅和户外娱乐场所并享有圣地亚哥湾的美景 瓦斯登街区 这个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历史街区 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 时尚的餐厅和酒吧 以及热闹的夜生活而闻名 圣地亚哥拥有众多景点和活动可供选择 是所有年龄段和兴趣爱好的旅行者的理想目的地 无论您是在寻找户外探险 文化体验 还是只是一个轻松的海滩假期 圣地亚哥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感谢观看 我们希望在下一个视频中见到您 再见